哈喽,大家好 在比较早期的视频有跟大家说过 我是不看好厦门的房价 其实厦门的房价在全国相对来说 已经是相当坚挺 但是那天有载了一个客人 他跟我说他那个房产中介的朋友 有跟他说厦门的某几套房产 已经是腰斩 就是打了五折 打了五折,比如说是单价从八万变成了四万 这应该来说 已经算是暴跌了吧 不管是 是什么情况 股票腰斩也算是暴跌嘛 房价腰斩也算是暴跌 这可能只是比较个别的现象 还没有出现全方位的暴跌 但是我相信 虽然说我不是房产中介的业内人士 我相信这个 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的暴跌应该不会是个例 而是会越来越多吧 就好像现在鼓励生育 没人要生 现在想要救房地产 大家是心有余额力不足啊 就比如我就好了 不管是八万也好 四万也好 应该来说都是超过绝大部分的人的购买力 之前不是有说过吗 二八定律啊 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不具备这样的购买力啊 那后续会怎么发展 我是没有办法去铁口直断了 我又不是算命的 但是我是感觉说 好像很早期的视频 我已经说了是五年吧 差不多这五年的话 是很难有什么 强劲的反弹吧 因为疫情的三年的话 造成的创伤 我估计五年能够缓过来都算是不错了 至于说什么 这一次过年啊 然后一个春节黄金粥 就救活了多少多少餐饮业 这个我感觉 可能是有夸大的成分 三年的亏损想要用七天来弥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这种牛逼也能够吹得出来 我真的是服了 大家设想一下 就随便以厦门的任何一个 算是过得去的餐饮店吧 怎么样月租也得两万起吧 那三年的话 光是月租的话都已经亏掉 然后 嗯 多少 两万 然后 三年是 三十六 七十几万 其实我觉得 三年亏百万 应该是板上钉钉吧 而且月租两万的话 在厦门 我们绝对称不上大店 连中店可能都称不上 顶多就是小店吧 然后 那个 百万的亏损想用七天来弥补 你就是六根面条卖五十块也弥补不了吧 我想 再说你如果六根面条卖五十块的话 我估计 今天卖明天就关门大吉了 就像那个六根面条卖二十块的是哪 是西安是吧 真的是隔天就关门大吉了 所以说 想用七天的营收来弥补三年的亏损 简直就是扯淡 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是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 鼓励你生 我不生了 这不生的原因实在是有很多啦 但是我觉得 归根到底 还是这个 养育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不知道是谁做过统计 所以随随便便 一个小孩从呱呱落地到大学毕业 至少是一百万来计算 那普通的工薪阶层的话 能有几个百万去挥霍呢 这边还要买房 那边还要什么各种补习班 光补习班的费用都已经是不能承受之重 所以说 人口的生育率没有增长的话 又哪里来的接盘侠呢 又哪里来的韭菜呢 所以说我感觉 刚才说的五年这个时间 还算是比较靠谱吧 如果大家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 完全可以在等啦 之前好像也有说 厦门的租售比还是比较不错的 也就是说 你实在是刚需的话 可以选择 用租的先过渡一下 等到房价落到一个合理的区间 然后也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 然后再考虑出手吧 确实我那天跟那个客人说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政策啦 但是以目前国内的这种情况来看 首付打水漂 按街打水漂 连房子也打了水漂 这些还没完 通通挡了水漂之后 还欠了银行几百万 这简直就是 但是难怪他说 各地其实已经有挺多人跳楼 那厦门是有没有跳 可能有吧 但是我是没没没见到 也没听说过 所以就没有办法 跟大家落实 那好吧 今天先这么多 谢谢大家